美食新主义由全美最大亚裔食品供应商 华龙有限公司独家赞助播出 品珍酱料系列 叉烧酱 海鲜酱 蒜蓉豆豉酱 酱酱都美味 大红折醋 蒸鱼齿油及蚝油 蒸煮好入口 最懂亚洲人的胃 华龙有限公司 精选欧式咖啡 法式烘焙技术 每一口都香浓无比 Hello Boss曲线瓶大罐过瘾 华龙总代理 一枚首创用豆奶做蛋糕 零胆固醇 零乳糖 不添加防腐剂 健康取向 好吃零负担 这一招只有一枚会 华龙总代理 果汁的甜酸滋味 茶的淡雅清香 调味出夏天的恋爱滋味 光泉果茶物语系列 光泉苹果红茶 光泉百香绿茶 华龙总代理 美食新主义 带给你吃好菜 做好菜的好点子 大家好 我是林慧怡 大家好 我是吕凯莉 今天我们请到凯莉 来上我们的节目 可真不容易 凯莉是去年的中华小姐什么选美 对 最佳文化气质 最佳文化气质 你看是不是很有气质 所以我们今天来教一个气质小姐 教您做一道气质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扇蓉豆豉蒸虾 里面所要用的材料 我们来看一下材料好不好 好 那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边呢 我们放了一些大虾 凯莉你看除了这个大虾以外 这个叫做豆豉 然后还放了一点葱花 那么然后另外的话呢 我们当然要放一点这个蒜蓉辣椒酱 那么另外的话搭配的话呢 我们就可能放一点点这个醋啊 酱油啊 大虹色醋酱油 还有放一点太白粉跟糖 那凯莉因为今天呢 第一次跟我们进厨房 上一次比赛的时候 还跟我们进去炒一炒菜 我还记得你炒那个鱼还很漂亮 那现在呢 你看一下这个虾 我们要把它开背 把它变成一个这个 很漂亮展开来的样子 所以呢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要把它这边把它开一个背呢 你就把这个刀拿着 刀呢这样子拿着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下刀 在这个地方 你要从这边进这样子切 它才会这个切开 然后呢在顺的这边呢 这样子打开 这样打开的 万一它这边有一点这个沙的话呢 你看像如果这边有细沙 我们还要把它挑起来 这样才比较干净 好那我们来看看凯莉来 如果来切一个这个怎么样 不过呢 我切过头吧 我有点怕你会切过头 所以我这边先帮你开一点 这边 好来你试试看 这边用手先摁着 然后这边 对这样 然后就顺着这边这样子切进来 对 你这边稍微摁重一点 它就比较好下刀 对你看见没有 就切进来了 好像不太好切 为什么我切你切得那么切 那当然啦 老师就做这一行 做了二三十年啦 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呢 必须要做 大家看这个虾 虾里面这中间有一根筋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 在这边有一根细细的筋 有没有 那这一根筋呢 它会缩 那所以呢 你到时候一蒸呢 它就Q起来了 就不好看 我们要它平平的躺着 所以呢 那每一个虾的话呢 我们都要在这个中间呢 把它剁个两刀 也就是说 等于把它的这个筋呢 把它剁断 刀 这样它就不会卷 对 它就不会卷起来 那待会做起来 才会比较好看 对不对 而且呢 它因为有皮 你也不用担心 它也不会好 不会把它切断 对 也不会切断 好来 我们把它排起来 排在这 像一个放射状 排在这边 好 我们把它排整齐呢 待会我们就可以拿来蒸 好 那么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待会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放面淋一点料 所以呢 我们首先呢 在这边 我们先要撒一点点 太白粉在上面 这样的话 它第一它比较嫩 第二的话呢 第一它比较嫩 第二的话呢 它也比较会粘连 所有的这个材料 好 好 然后呢 你现在看 我们现在要做一个 这个蒜蓉的酱呢 放在上面 来增加调味 这个呢 就是豆豉 好 好 我要你来调这个味 好 放这个豆豉在这里面呢 对 全部放下去 然后我们要放上 一汤匙的这个 辣豆 这个蒜蓉辣酱 对 好 然后呢 我们要淋一点点醋 可是这个醋呢 要很少 只要这个两滴 两滴啊 对 有一点特技 好 一点点就好 然后呢 我们另外呢 放一点酱油 来把它调一调 酱油要多少 酱油差不多呢 这一小茶匙就够了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要放一点糖在上面 这个是糖 也是放一小茶匙 因为这个料呢 很辣嘛 很咸嘛 那放一点糖 对 好 放进来 好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再把它全部这样子 搅一搅 然后撒在虾上面就可以去蒸 好 可以了 我们就每一个上面涂一点 涂 用涂 对 因为它这个虾呢 本身 因为我们这东西黑黑的嘛 那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上面呢 都把它放了太多的话呢 会看起来脏脏的 所以呢 我们就每一个上面呢 一点点 所以我们最后呢 把这个多的呢 就放在正中央就好了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放下锅去呢 蒸差不多10分钟到12分钟 看虾的大小就好了 那这边呢 水已经滚了 我们就请凯莉把它放进去 来 好 就这么放进去 好 就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 对 把它盖上以后呢 我们就这样子 这样放这个里面呢 差不多蒸10分钟呢 就可以了 那么待会呢 凯莉就可以跟我一起来享受 我们两个共同这个合作的成果 我们等10分钟 我们现在蒸了10分钟 虾就可以好了 这个凯莉我们把它拿出来 我们可以把火关掉 好 来就放到这边来 好 very good 你看看起来就很漂亮啊 因为它红红的颜色 那当然呢 我们这边还可以把它 garnish一下 刚还有一点这个 葱啊这样子 对 你就稍微撒一撒 那我们最后呢 可以在这个中间的地方呢 放一点香菜 这样子 看起来好像整个很 很活的感觉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看刚才 因为刚才 你也帮忙拉 把那个虾把它剁一剁 所以那虾就不会好像 卷得乱七八糟 起码看起来就很漂亮的样子 那像这样子一个盘子 如果白的也不怕 因为反正颜色很多 就很漂亮 否则的话 你也可以像这种 这种盘子旁边有花啊 什么的 也是可以 对啊 比较漂亮一点 对啊 那你下次请客 你就可以做这道菜咯 好 可以在家试试看 做给妈妈吃 或者妈妈请客的时候 你可以帮她做 好 那这就是今天呢 我跟凯莉一起合作的一个 蒜蓉豆豉蒸虾 希望你喜欢 再见 谢谢林老师 再见 谢谢林老师